有车辆经过路检点 这名驾驶神情却不太对 立刻要求他下车 比对身份果然查出 是通气犯身份 他当时就被上号逮捕 但不止如此 警方在后车厢内找到这个 行李箱一打开 各式各样的毒品琳琅满目 超过1500包毒咖啡 分量约等同500克摇头丸 另外还有6颗大麻烟蛋 算一算市值大约有77万 当时警方在路检点拦下他 就发现这名装心驾驶 不太想下车 一直在试图张望 似乎是在数警察有几人 打算要冲撞投意 赶紧把人请下车 不给他机会 身份一查发现 他才刚满18岁 就已经是伤害通气犯 还是文山区当地混混 而这些毒品 他声称是在大安区的夜店 喝醉时被小蜜蜂兜售 不知道是毒品 当天他是前往内湖一带 找完朋友 准备回到大指住处 才被拦下 带着这么多毒品 趴趴走 到底是去了哪 警方还要调查 TV的宣告小怪 Tablet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都其实有些辡干都应该 iTunes ⋯ 呢